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 那么今天有没有很正式 一个是我第一次出镜 另外就是我今天使用了领夹麦 不知道音效会不会好一点 好的,那么在筹备了近一个月之后 终于要正式开始我们为时一年的流浪影像计划了 活动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提供一台胶片机 这个美能达α7000和35105的镜头 由我来提供相机以及胶片 然后将这台机器寄给全国各地的粉丝进行互动 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有很多人参与的大型vlog 我们希望能够展示一下各地的城市特色 还有风土人情 那么目前的规则是每人有7天的使用时间 每人最多拍摄5张照片 限制章数并不是为了节约经费 而是当这个章数被限制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去拍摄一些真正有意义的 有故事的照片 而且呢我会要求参与者在拍摄胶片的同时 录下一些视频内容 来方便我做成视频剪辑给大家来看 相机呢我选择了美能达的α7000 因为它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可以自动对焦的135单版呢 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里面的 另外镜头是35105的一个变焦镜头 这个焦段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拍摄需求了 而且呢这一套组合是可以全自动的 就是它能够自动对焦 自动光圈快门 自动过卷 自动上片 并且它也有手动的M档 所以选择这台机器呢 就可以同时满足摄影小白和有更多创作需求的人 那么在这之外呢我还会提供一张中国地图 参与者可以将自己的位置标记出来 或者是签名留念 另外呢有小伙伴建议可以再将相机寄给下一位参与者时 往箱子里面再放一点本地的特色 特产或者是小纪念品等 那么这些我就不做具体要求了 大家怎么开心怎么玩就可以 另外呢拍摄完成的胶卷会直接的寄给我 由我来进行冲洗和扫描 哦另外要说一下本次活动呢已经截止报名了 因为我做UP主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举办这种大型的 好像也不算大型 第一次举办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粉丝互动 那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第一次活动呢我就选择了粉丝群内 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并没有开放报名 那么即使这样粉丝群里报名的小伙伴 也是远远超过了我预期的数量 好的那么本次流浪影像计划呢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期待正片的话记得点一下关注 最后祝愿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哦对了 点赞投币支持一下本条视频呢 本周继续抽出一枚镜头送给大家 好的我是熊猫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机身 这里是电源开关 开 开启声音 然后办快门自动对焦 然后这个是曝光补偿 按住这个按钮 然后按右侧的这个方向键就可以调整 ISO也是这样调整 模式切换 就是自动档 A档 M档 还有S档 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 连拍 还有自拍 都是按住对应的功能键 然后按方向键来调整 M档的时候呢 右侧这两个按钮就是调整快门速度 而机身侧边呢就是调整光圈 这里是AF和MF的切换 装入胶卷然后把片头拉到红线的位置 合上舱盖它就会自动卷片到第一张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然后片仓是按住中间的按钮 然后往下拉这个拉杆片仓就会打开 好的相机功能就介绍到这里供大家参考